第一批國藥疫苗 混底匈牙利 是第一個接收中國新型肺炎疫苗的 歐盟成員國 載著55萬劑國藥疫苗的貨機 由北京飛底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 當地預料在未來4個月 會陸續接收500萬劑國藥疫苗 足夠國內大約四分之一人口 完成兩劑接種 匈牙利在上個月底 成為歐盟第一個批准緊急使用 中國新型肺炎疫苗的成員國 但布達佩斯有文調顯示 只有不夠三成受訪者願意接種中國製的疫苗